之前我們學了不同粉彩基本的配畫技巧 和個別景物的畫法 今天我想示範一下怎樣畫一幅完整的風景畫 今天我們再次來到藝社外面這裡 畫這個很漂亮的平台花園 和在前面這座軟山 一個整體的風景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那我們首先拿一支灰色的粉彩筆 勾勒了我們要畫的大概範圍和內容 然後就可以開始由上而下 首先畫個藍天 用淺藍色很快就插了一個藍天的漸變效果 然後就拿一支白色和灰色去畫這個白雲 然後就畫這兩座山 注意要分出前景和背景兩座山 背景那個就是灰藍色一些 蓋骨一些就可以了 不用畫得很清楚那些樹蟲 前面那座山就可以畫清楚那些樹蟲的分布 我們不用畫完的 那就大概畫了一座山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畫前面的一大棵樹 那我們概括畫了它的位置和輪郭先 然後呢就再畫中景那個棺木 我們首先畫了前面的一條欄杆 那這條欄杆呢就分開前景和後景的 那我們也是不用畫得太詳細 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画上最前的地板 近我们的位置就深一点 软的就是浅一点色 是一个渐变的效果 画完底色我们用一枝啡色 将那些一块块石 石之间的缝隙就画出来 画的时候由前面大一点 后面小一点 有点透视的感觉 接着我们就画了 树头的一些椅子 接着我们回去画这个大山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 画完整体概括的颜色 再回去画一些细致的效果 因为这样就可以更加协调和谐 我们很概括的就画了这个树虫 不一定要将次和后两座山分开一点 这样的东西 像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帮助 遮瑕雇 最后一边 好 tong 然後我們再補藍杆的重要顏色 很明顯地把山和花園的景物分開 我們旁邊的鵝花園都約了 這樣畫 在那邊的鵝花園都約了 在你身上和花園的景物 在那邊的鵝花園都約了 但我會想要去的 是在那邊的鵝花園 塞在那邊的鵝花園 不斷在那邊的鵝花園 之後呢我們要畫這些樹頭的木櫥 大家見到這些樹木呢 其實除了啡色之外有些橙色和黃色 我們畫的時候底部就深色一些 就可以用深啡色或者紫色 頂上要用光一些 可以用米色或者白一些的顏色 一定要適合光暗的變化 這些樹頭才會更加立體和生動 我們畫的樹架 在這兒的樹架上 那裡有些橙色的包裝 在這裡 有些木櫥 我再加上一块树叶的雕塑 形态非常优美 最后我都在石缝之间画一些小草出来 是很有生气和美感的 差不多完成了 我们再补一补白云 加强一些白云的效果 一幅艺舍前面的一个平台花园的风景 就完成了 我们完成了一幅粉彩画之后 究竟应该如何好好保存和处理呢? 因为粉彩它的特质就是粉状的颜料 很容易会脏和弄髒 我们有两个方法可以考虑 第一 可以买一个Clear Holder的胶套 将它幅画套住 另外较为好的方法 就是买一个A4 Size的相架或者画框 自己将它表起来 然后挂在墙上 或者自己的房子上欣赏一下 都是很不错的 这次粉彩画的户外写生示范 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 和试下画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